全系統發射準備完了 畫面上看到的是日本國產運載火箭H3的三號機 在當地時間中午10點06分左右 從洛爾島的種子島太空中心成功發射 這具H3火箭原定6月30號發射 不過因為天候因素延期一天 火箭上搭載地球觀測衛星大地4號 可以對地球的天災進行更廣泛的觀測 H3火箭是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與三菱重工 從2014年起攜手研發 具備運載大型衛星的能力 發射成本也比前身 H2火箭少了一半 約台幣10億元左右 次次試射成功 也讓日本有機會爭取更多民間衛星的發射訂單